最近马银行支付系统频繁发生故障或停机问题 导致民众怨声载道 马华总会长多次李维嘉祥今天在脸书贴文 促请财政部和国家银行严厉对付这些银行 避免类似事件重演 马银行最近因为支付系统故障 导致许多民众因为无法缴费 而受困商场停车场长达一个小时 民众因此大吐苦水 魏嘉祥指出随着电子支付已经成为人民主要的支付模式 银行支付系统如果频频发生故障或停机问题 是不可饶恕的 毕竟这不但给人民生活造成不变 也是我国努力推动电子支付的一大败笔 尽管部分维护停机情况无可避免 但银行应该提前宣布 好让支付供应商有足够时间准备替代方案 降低影响范围 好的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